这两天 济南暴突泉景区正在安装春节花灯 各种各样精美的花灯已经安装了不少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小王记者一起去逛一逛 先读一块 过大年就得逛花灯 这感觉才对味呢 是吧 我现在就是在济南暴突泉公园的门口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福字的门型花灯已经立起来了 大红灯笼已经挂起来了 人已经多起来了 节日的氛围感已经拉满了 今天跟我一起 咱们先赌为快 在暴突泉景区内 十几组大型灯组已经安装完毕 其中有各种凸显节日氛围的花朵艺术造型和人物造型 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视觉冲击力 水上花灯 对 水上花灯 你猜这俩人物是谁 应该是李清照和新气急吗 对 就是济南的历史文化名词 对 马上就是兔年了 当然也少不了各式各样可爱的小兔子 兔子的很有新意感 然后今年不也是兔年吗 然后正好也符合当下的这种情况 你最喜欢哪个花灯 这个花哪呀 妈妈最喜欢那个大瓶子那个清花瓷一样的 巨型的花瓶花灯你看也是相当惊艳 它目测有20多米高 下面就是清澈的暴突泉 坐在这里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 漂亮的花灯掩映在一片绿色里 太惊讶了 济南暴突泉迎出花灯会由来已久 已经成功举办多季 眼下花灯虽然还没有全部安装好 但已经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快打卡 这位广东游客从禁远开始 手里的相机就没停过 你们这里比高大像一点 高大像吗 比方有山东特色 对对对 我们一般就是广州的话就沿这个山 山 它是月秀山啊 白云山的那地方就有花 一山而建的 对一山而建的 我们这是临水扎的 对对对对 山东更好一点 对它正式开展以后 可能会再过来看 和谁一起看啊 到时候就和女性朋友了 和女性朋友一起来看花灯 也带着孩子感受感受年味 然后体验一下中华的传统文化 过大年过花灯 过大年过花灯 过新年过花灯 哎呀 里面